王航 我除了 王航 我除了 小艾爸爸 里面还有其他病人呢 麻烦你小声一点 我问你了 我姑娘什么时候 转到普通病房 我都跟你说过了 小艾在现象情况呢 比较特殊 等过段时间 就可以转进去了 你再内心等一等 你别给我打马会了 收了红包不办事是吗 我什么时候说 我给你红包了 不承认 你给我等了 不是 莫名其妙 好 进来 郭院长 您找我 好好 好 这位家属说 你收了红包 是怎么回事啊 郭院长 小艾爸爸之前 确实给过一个红包 但是我拒绝了 没毛病 第一回你拒绝了是不假 第二回呢 我送了三千块呢 你怎么血口喷人呢 我从来没有收过 任何人的红包 我那基本直接到达 还是用他 是啊 你是没当面收啊 你女朋友收了呀 不是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我没有女朋友 我去 不院长啊 你 你没医院医生 就这直接到走呀 撒谎过来找面呢是吧 我跟你说那天我亲眼看见的 她女朋友过来找她 俩儿亲戚热热 往那时候走着她 我亲眼看见她 对了 那个小艾爸爸 这个是我们办公室 对 该吃饭了 走 对对对 对对对 那中午吃饭有什么好吃的 你把红包给小兰了 看看没 来 承认了啊 她不是我女朋友 你知道吗 王航收了红包 被院长叫过去了 是啊 什么时候 哥 他俩说王航什么 王航医生出事了 什么事啊 人家换主说呀 给了他红包他收了 三千块钱 但我觉得王航医生 干不出这种事啊 完了 哥 怎么办啊 什么就怎么办呢 现在在调查当中呢 你着什么 你这么着急 什么俩最近出得不错啊 不是 我告诉你啊 你最近一定要趁热打铁 没事啊 多找找王航医生 他现在特别需要人安慰 知道不 不是啊 那个红包是我拿的 你说什么 那小爱爸爸以为我是王航的女朋友 非要把红包塞给我 我 我当时一是糊涂就 生不下了 不是 你干的是什么事啊这是 医生家属有干这种事的吗 再说你现在还不是医生家属呢 我这不是想着 你想什么想 你这样 你现在就去院长办公室 你把这事解释清楚了 你干的事你 你干的事 王航那电话你怎么不接啊 给我回来 你好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对不起 他关机了 忽悠谁呢 不是啊 你说关机就关机了 你俩传统好的吧 这位家长啊 别激动 先坐下来 你听我说两句啊 这个事情呢 既然已经发生了 你放心 我们医院一定会认真调查 绝不姑息 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 行行行 我跟你说 我就给你们医院两天时间 两天之后必须给我个交代 给不了我交代 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我 顾院长 我 我了解你的为人 我觉得 这件事情肯定是个误会 可是你也看到了 只是我相信你 解决不了问题 好 顾院长 我明白 是我给医院添了不少的麻烦 也为难您了 对不起啊 您也不要这么自责啊 现在 只能是赶快找到那个 那个小兰 是吧 把事情弄清楚就好 好 我一定尽快联系她 还有 我必须 要给你打一个预防针 您说 我虽然相信你 但是你知道 咱们遇到这种 被投诉的事情 一定会拿出一个公正的态度 不管小兰是不是你的女朋友 只要她拿了红包 你就脱不了干系 不错 我是不错 我们现在看到了 人家的女朋友 也不想要 在我说 你不想要 我会给你 有点过分 我只能够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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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